你不丢人我还先丢人的 你看看人家孩子怎么做的 看你怎么做的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白痴都比你强 说你从跑上开门 他一看这儿扛着小串 他一扶上全身 我叫曹熙 16岁 我叫藤亮 16岁 我叫张强 在我12岁的时候 把妈妈分开了 妈妈每天骂我 经常让我去死 说我没用 说我说不用 从来都没夸过 我起来妈妈最多的 都是妈妈治脑子 治脑子 治脑子 弄了一把枪 找那个渡厂里 自由家人的儿 拿枪把他给杀了 所以就去红图拿了 帮他俯和给他扛了 我拿了个水果刀 捅了他两刀 有些话呢 可能很多父母都说过 甚至现在还说着 像什么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 废话 啥也不会 猪脑子 这样子 比如说你别丢人了 就这样的一些话 绝对是没想到 没想到这么厉害 我说话就得注意了 我按照我的示威找 我就会发火 得改嘛